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副会长袁炮 袁副会长 接下来就可以听到这几位在金融界的重量级的贵宾和我们分享 他们如何来看待金融创新许领先行 首先是不是能够请到中国银行台北分行行长蔡荣俊 蔡行长来和我们分享欢迎您 欢迎订阅 尊敬的主办方万宝 尊敬的蔡总裁主持人李苏登董事长 各位尊敬的各位领导长官各位来宾同一先进 大家欢迎大家好 我是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的行长蔡荣俊 我来自厦门所以我会说很地道的闽南话 所以这也是一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体现 中国银行我就不用介绍了 因为最新的银行家的排名 中国银行是全球排第四 那财富500强呢 中国银行是排在第45位 我们有30万人员工 在大陆有12000个分行 在海外40多个国家跟第七呢 有600多个分行 所以中国银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 它的债点就是说它的国际化程度高 另外海外员工有2万多人 所以我们的资产或者利润呢 占的比重大概有30%的一个比重 海外的资产跟利润 所以它的海外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台北分行 那因为台北分行是人民币青少行 所以我也是重点介绍一下 青少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简单的报告 因为时间关系的限制 大概台北分行的历程是怎样 在09年的春天呢 两岸开始缓和金融交往也比较活跃 所以我们董事会给我一个认入呢 要成为第一家到台湾设立喷行的大陆商业银行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第一家成立代表处 12年第一家成立台北喷行 那么在13年呢 我们也得到了售钱 是作为台湾第一次的人民币青少行 所以从我们跟人民币签订协议是1月25号 那2月6号呢 我们在春节前就开办了人民币的青少行业务 这两年的工作呢 我主要是做了三个 一个是搭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人民币服务的平台在台湾 另外我们也在主管机关的规划下呢 跟财经公司也重新再设置了这个WiFi计算平台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呢 现在有85家的参加行 其中有十几家是海外的 所以我们前面开办了 清算存款兑换透支人民币的各项业务 那么在这个接算平台上呢 台湾已经有一个即时的清算系统 人民币也在这个上面 我们自己 中国银行呢 也实现了全球的核心系统 所以我们也进入了 中国银行的一个全球支付平台 另外在去年呢 我们是开办了两安的美元汇款 因为中国银行在大陆是美元清算行 那财经公司的外汇计算平台 可以支持美元的清算 所以通过我们做代理呢 两安的美元清算也开办起来 所以它在效率跟在时效上是一样的 因为时差一样 所以在成本上呢也是可以降低的 我们也开通了一个网上银行 在今年就网络银行 我们可以创造的价值呢 就是两安的直接往来 那金流呢跟物流跟连流是一样的 以前的人连往来是要通过港澳 那物流呢有时候还抛弃日本 那同样的道理 就金流呢直接往来以后 可以大大节省了一个成本 提高了一个效率 改善了服务 那么为我们的客户 为我们的同业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实现的价值是在这个方面 比如说汇盆的手势币可以降到最低 另外我们的产品呢也是多元化 所以我们去年开办了一个人民币的 人民币的线钞直接运送 那就改变了以前说你是用美元到香港新买 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直接从厦门的中国银行 并创了人民币线钞 我们也进入了大陆的菜籍市场跟 在签市场 我们是作为一个会员台北份行 所以 这些业务呢都开办起来 第三个是把业务做大 因为 中国银行到台湾呢 其实一直是有这个底力 就台湾的市场很小 银行很多 over banking 那么 你中国银行进来呢 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蛋糕做大 把市场做大 通过做大市场呢 能够让我们的同业 让我们自己呢 本身得到一些收益 也得到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的数字来看呢 就是 从开办人民币清算到现在 已经有50万笔 有8兆的人民币 那么 从比数上来讲呢 大概有将近30万笔 是两岸的 小的汇款 但从金额上来讲呢 就几千亿 但是 有几万亿的人民币清算 是在境外进行的 主要是跟香港新加坡 另外本地的同业的清算 人民币清算也通过我们 我们也发行了这个保导债 推动这个在线的发展 所以 在台北分行可以发债的时候 我们就发了20亿 那最近又发了一个31 31的人民币保导债呢 也创造了三个记录 一个就是金额最大 一个是其中一档呢 时间最长有15年 再一个是两币挂牌 就台湾跟新加坡挂牌 整个我们在创新跟产品模式的创新 产品的创新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 最近的两年呢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做了很多的创新 最近的情况是 我们是第一家人民币的 首批的人民币 期货的做市商 那应该是 大陆的银行 我们是第一家 也是第一笔 做人民币的期货 所以刚才我介绍的 这个人民币现钞 这两年印象了40亿 现钞 每年的贵款 2.5万笔 金额是30亿美元 之前的台湾同样的人民币的存款呢 交准备金是用美元的 所以我们也突破了这个 美元的 脚脚 用人民币脚脚 那去年我们的 人民币增值呢 是用人民币直接 从大陆汇到台湾 而且用人民币保留 所以 这个应该是两岸首地的 人民币的直接投资 3.6亿人民币 我们最早14千万美元 那因为我们的业务 做大以后呢 就去年补充了一个 我们的运营资金 这个业务量 清算的业务比数跟金额 可以看到是 往上上升的 尤其是 今年的上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概有30% 这个是 比数 金额 然后比数的占比 两岸是占一半 51% 金额90%是 境外的人民币清算 中国银行一个理念 是担当社会责任 做最好的银行 所以我们在两年来呢 也组织了20多场的 研讨会 说明会 培训班 那这个牵涉的人数 有一千多人 我们也带 金融机构的统业 到大陆去 那么人民银行 台湾和银行会 也做了政策的一些先导 另外我们自己 台北银行呢 也到台湾的中南部 东部 去做人民币的宣讲 包括人民币 假钞的防治 这一方面的一些 政策的宣传 这个目的呢 是让基层呢 能够更多的了解 人民币的情况 还有 业务产品的一些 最新的情况 从两岸的合作记忆来看呢 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另外早晨呢跟 上午的这一些 各位先进的报告呢 也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自贸期的建设 还有经济一体化的建设 这些 乐于我们的银行呢 的业务发展带来了机会 我们现在的挑战就是 我们现在的挑战就是 大陆经济进入新常态 再一个是 它的市场化的改革 包括利率跟汇率的市场化 这个也是 造成一个市场的一个 波动 它的波动幅度加大 另外一个是大连的互联 大陆的互联网的结局 我们认为两岸的金融合作潜力 还是非常极大的 应该向深度和广度来迈进 我们也希望两岸的主管机关 能够继续开放一些政策 能够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业数 因为我觉得就这几年的 开放呢 成功的例子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说是大家都看到的 金融业从现在台湾的经济来讲呢 它的发展还是 应该是说最好的 这个是开放 跟两边主管机关的支持呢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总的我们希望说 两岸金融合作呢 能够互费互利合作公园 好 谢谢大家 我的报告完了 非常谢谢蔡航长 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 凯基证券的董事长徐刀易 徐董事长 我们带来专题的演讲 我们开箱